好 正好今天CNN專訪蔡英文總統 那這一個長達數分鐘的專訪當中 直接證實美軍協助協防台灣 同時蔡英文總統提出了一個疑問 他說難道全世界都要聽習近平的 聽中國的 沒有錯 蔡英文總統這則專訪CNN其實我看了 我覺得整場其實展現了一個女性領導人 特有溫柔而堅定的力量 坦白說這是一般男性政治我們做不出來的 蔡英文在整場演講裡面 專訪裡面有談價值觀 有談軍事 有談兩岸 甚至也適當的表示對於對岸的強硬態度 第一個他談價值的時候跟大家聊說 我們這個島上是有兩千一百萬人 每一天都在努力的保護自己 保護民主 捍衛自由 如果台灣的失敗的話 人們會懷疑 捍衛這些價值值得大家一起來努力奮鬥嗎 其實這句話其實除了說出台灣人的心聲之外 也在跟其他民主國家喊話 就是我們台灣身為戰略的最前沿 如果台灣每一天都那麼的努力 而我們被中國這樣極權國家吃下來的話 這個東西會讓人家對於民主制度 或民主自由的概念或價值產生一個懷疑 我覺得這件事 他一開始把吊子拉得很高 可是接著進入到很務實的層面 現在就是談軍事的部分 第一個是1979年之後啊 第一個開始承認台灣有美軍的總統 但是蔡英文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其實我仔細看了他的肢體動作 他是很放鬆的 他兩隻手是放在旁邊的 他是沒有那種防衛性動作或緊張的 顯然這樣的談話是在他預期之中 也是在預料之中 是設計之中 第二件事情是 他在這個談話中也表示著某種程度的戰略模糊 他說台灣有美國的軍隊 但是沒有人們想像的多 這就有趣了 我第一個反應是到底想像的多是多多少 每個人對這個想像都不一樣 比如像胡錫進想像是240人在台灣 就空襲台灣 那如果今天是239人 胡錫進空不空襲呢 他也維持一定承諾戰略模糊 果不其然 當這個專訪結束之後呢 邱國正就是我們的國防部長 在立法院背詢的時候 就是說沒有美國駐軍 那這件事情很有趣喔 沒有美國駐軍跟沒有美軍是兩個概念喔 駐軍是有個固定的營地來駐紮 駐軍可以零零散散散在世界台灣的各地 所以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呢也維持了一個戰略模糊 以及讓對岸有下台階的空間 但是他釋放一個明確的訊息 台美現在正在合作防禦 這個訊息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 也間接證實了CNN上禮拜訪問拜登 拜登不是失言 因為那個訪問我也看過 拜登是先被觀眾問說你會防禦台灣 他說會 主持人再追問拜登也說會 所以其實如出一策 拜登講完之後呢 美國白宮重申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 我們一樣蔡英文講完之後呢 邱國正說沒有美國駐軍 所以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 再來就談兩岸囉 談兩岸說遞出適當的感染之說 如果習近平願意 我會願意與習近平坐下來談 這個在為目前不斷惡意螺旋升高的兩岸局勢 降溫或者是遞感染之 可是呢我們知道在降溫或遞出感染之的過程中 很容易被人家誤會為是個軟弱的領導人 所以接著呢適當的強硬也在蔡英文的談話中聽出來 他說習近平想與世界上保持什麼樣的關係 是和平還是每一個人都停搭的 所以這些事情也 當然有人只抓這個標說蔡英文在嗆習近平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整個概念你聽起來 他談的是捍衛台灣不是捍衛台灣這塊領土而已 而是捍衛台灣下的民主價值是拉得很高的 那手段呢有目標叫有工具跟手段是軍事 然後呢針對現在的局勢有降溫的部分 也有強硬的部分 所以整個訪談其實坦白說我認為啊 就像我一開始講 女性領導人溫柔而堅定的力量在這訪談中 確實我覺得表露無遺 那接著回過頭來談美國的態度 這一個多禮拜來我們都在談美國態度 因為美國最近釋放出太多明確訊號 包含指責台灣的軍事準備不足 包含指責台灣軍費不足 但是同時又說美軍有在訓練台灣 商業內幕等等的 那現在最新最新的狀況是 包含第一件事情 拜登在東亞高峰的視訊會議上 那視訊會議很有趣喔 拜登在講話的時候 同場視訊的那個框 是有李克強的 是有普丁的 就這個畫面 對 李克強在左上角 普丁在左上角 第二個 同時在李克強面前說 我們對於台灣的承諾是堅落磐石的 中國威脅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李克強臉黑掉 可能是這樣 但這個拜登其實也在釋放同樣訊息 是有互相唱和的概念的 那實質上的行動是什麼呢 白宮在12月9號到10號 會舉行一個民主峰會 這個民主峰會 因為疫情的關係是採視訊的模式 這個東西有個巧門 有可能會創造台灣的蔡英文總統 跟美國的拜登總統同框的畫面 那這件事情呢 因為很巧妙 如果是實體的話 就變成是蔡英文要入境到美國 面對面跟拜登 那個可能會一下踩到中國的底線 可是你說虛擬的 你說視訊 你說線上 對於中國來說又是那種 你怎麼又給我搞這種擦邊球的感覺 然後呢 之前8月提出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說可能會邀請台灣 現在有更明確的訊號 第一個共和黨參議員是有提案說要求他們 邀請台灣 但共和黨畢竟不是執政黨 可是呢 現在有國務院不具名的發言人 直接對媒體說 台灣參與峰會是符合一中政策 所以一中政策維持戰略模糊 這個高度就出來了 符合美國意識的時候 就說這是符合一中政策 美國不要的時候就說不符合一中政策 所以他們這個戰略模糊的特性也出來 所以整件事情看起來啦 我們當然談一個政治人物概觀論定 要說你要概觀完才可以論定 可是蔡英文總統我坦白講 當然離概觀還很久 可是他在外交為台灣帶來突破是明確 而且可以被證明的 這個蔡英文總統昨天下了軍令狀 那鄭浩四大公投的直球對決 幾乎走到討厭民進黨跟討厭國民黨的PK對決 那今天的對決真的很精彩 因為事實上中二的補選 也有可能是兩個非常有特色的台妹的對決 沒有錯 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利 民進黨昨天連口號都已經想好了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輸不得的壓力 未來幾個戰場 一個是公投 一個是罷免 林長佐 最後一個是台中二選區的補選 民進黨都輸不得 因為一個輸就可能造成骨牌效應 接連輸 就算這三個輸掉的話 更可怕是 2022年年底 縣市首長選舉 那更是輸不得 所以這是一個骨牌 一定要擋下來 那四項公投 對於民進黨來說 為什麼還有輸不得的壓力 第一個是內政上的部分 因為內政談的叫做能源問題 能源問題的話 對於民進黨來說 如果藻礁沒有過的話 明年就有可能開始會停電 你在選舉年給我停電 民進黨還不要選 那根本不用選了嘛 所以這還包含是對於台積電 或是外商 或是台商 回流台灣的信息 這個能源問題 它簽成變得太廣 太廣 這對民進黨來說 藻礁這一定啊 三接要守下來 再來就是外交上的問題 美豬如果被否決掉的話 怎麼跟老美交代 我們剛剛談了一大堆 美國人要在台灣 幫台灣拋頭顱 撒熱血 結果你美豬不吃 連10ppm都不吃 你這美國人怎麼接受 你美豬如果沒過的話 我們剛剛談那都是白談 後面當然選舉問題就我談了 所以他也要有口號 他可能要講 美豬先來美軍再來 吃美豬護美軍之類的嘛 幹什麼弄嘛 反正要有口號 當然好了 美豬跟美軍可能切開 但是跟台美的那個BTA絕對有關係啦 而且美豬完後面還有輔導食品的問題 這跟我們台灣要加入CPTPP也有關聯啦 所以這些事情其實 坦白講對民進黨是綁在一起 那還有選舉的問題 所以四項公投的民進黨現在全黨總動員啊 那我也覺得說民進黨全黨總動員 當然現在很多人是相對悲觀 認為這個公投並不好守 但是我的觀點是我覺得現在名氣可用 就是我觀察到就陳薄圍被罷免之後啊 很多民進黨支持者是很憤慨 他是希望說可以做些什麼事的 像我跟民進黨的良心 敏鳳姐上節目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他 對於恨鐵不曾跟民進黨這種感覺 等一下他講話的時候 恨鐵恨誰啊 他覺得不夠強硬 我先把 好那這部分是這樣 好那公投講完之後 台中二選區這精彩了 第一個涉及到泛綠陣營 不是民進黨 就是泛綠陣營是包含民進黨 基進黨還有一些小黨的協商 泛綠陣營的人選 跟嚴加的人選 這也不是國民黨的人選 所以說很有趣 那這邊呢 目前民進黨這邊大概已經確定 跟小黨協商完 包含基進黨談完之後呢 大概就是林靜宜啊 那他有很多因素 第一個本來大家點名的陳士凱 新潮流在那邊也有經營 可是他意願不是很高 第二個政國會的張家安 本來坦白講 他在那邊也是 也有經營也是選區 可是他有個硬傷 就是說全國知名度不夠啦 這種台中二選區的選舉 一定是全國性的熱戰 你怎麼可能挑一個 就是說從頭讓大家來認識 這比較辛苦 所以林靜宜這是相對合理的選項 所以民進黨可能推林靜宜嗎 昨天事實上七大總統府執政 聯名一起推嘛 其實昨天我覺得 應該是早就已經確定是林靜宜 然後昨天才是一個鋪牌跟鋪墊 然後林靜宜還用那天說 我在開會 不好不方便回應 然後今天下午確定了 OK 那我覺得民進黨這邊是很確定 那關鍵是 嚴家要推誰 因為這間就很有趣 嚴家有一種聲音就說 可能推嚴利民 對 原本大家都思考是嚴寬恆嘛 可是嚴寬恆有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他可能面臨到的挑戰會比較多啦 因為畢竟在這次罷免中 我後來發現他的論文好像有些可以討論空間 他的這個土地有討論空間 甚至他的這個刑事案件 他當然不是自己人啦 但是他是證人 裡面有很多司法案件 可能有討論空間 那嚴利民呢 第一個因為女生對女生 我覺得是有PK的概念 第二件事情是嚴利民當然了 就是爸爸帶兒子出去見見失面是可能的 帶女兒見見失面大概是比較少 所以嚴利民相對是個比較OK選項 可是選擇嚴利民也會有一些涉及到 台中政治板塊的變動 因為嚴利民不是光棍議員 他是副議長 那嚴利民如果選上 他變副議長這邊重缺 那副議長這邊重缺 那又有派系的角力的問題 那當然有一個人說 有一種說法是說嚴利民選上 嚴寬恆去選議員 然後爭取議長席次 坦白說我覺得這是最不可能 因為海線姓嚴 但台中不姓嚴 你沒有道理說 這邊台中的議長是嚴家 然後立委也是嚴家 坦白講我不認為 紅派可以這樣接受 或是整個台中政壇可以這樣接受 所以說當嚴利民出去的時候 他們等於是 注定要拿一個副議長換立委 那這個生意到底划不划算 這也可以討論 所以對於人家來說 又有第三個選項 就找個代理人出來 其實你約約嚴家是有在討論 什麼叫代理人 比如找媳婦 漂漂亮亮的 嚴家媳婦都漂亮 對啊有道理 也沒有案底 但是他是嚴家 可是代理人也會面臨到 跟張家安很類似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他全國性的樂戰 你臨近一次可以在節目上 辯論啊等等一大堆的 可是媳婦可能不太行 對不對 這是有問題 或說好 就算不是媳婦是代理人 好 那代理人你在短時間內 要讓全台灣人認識 這個代理人 坦白說也有困難 因為你看到很清楚是 嚴親標在選舉的時候 他可以拿六成 過度到兒子等於是 哎哨主耶 但也只能拿五成 那如果再換個代理人的話 那個票會遞檢 因為我對於老一輩的人來說 你標哥服務過我 我投給你就夠 你兒子我不見得投 可是又到變一個代理人的話 他會有邊際效益遞檢 所以我相信對嚴家是個難題啊 嚴寬人來 他會直接變成劍拔 那嚴立敏呢 涉及到台中地方派系的 角力跟從整 那代理人呢可能選不贏 所以這些事情我相信 對於嚴家來說應該還在煩惱 但是很有可能就變成是 兩個台媒戰爭 一邊是林靜一邊變嚴立敏 那我覺得就精彩可期 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張宗某90歲高齡 兩年前他在玉山科技論壇 他直接說台積電一定是 地緣政治的兵家必爭之地 他昨天晚上再度強調 台積電的成功主要是競爭力 跟根流台灣的成功 而且呢相關的半導體廠 如果移到美國很難成功 那美國現在是全方位的 感受到台灣的重要 而且全方位的調整 對台灣的戰略 張宗某講的是 台積電不但是全球 地緣政治的一個核心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台積電的根就在台灣 短期之間 雖然美國做了很多動作 但是美國要快速的 重建半導體產業 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一個原因是過去美國錯失這個機會 它曾經是半導體 佔有了42%的市場 現在淪落到17% 但是呢 現在美國沒有完整的供應鏈 美國的成本太貴 所以美國現在花了這麼多力氣 雖然英天有在爭 但是沒有機會 美國的動作 所以亞洲對全世界半導體都有壓力 但是台灣的競爭力還是非常的強 尤其是營運在台灣 耕牛在台灣 台灣的重要性 絕對有這個重要性 就因為台灣太重要了 所以布林肯呢 又特別的用他的長文聲明 還有推特裡面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運動 布林肯他在長篇聲文完畢之後 還特別用推特立刻推出來 他講得很清楚 台灣應該有意義的 參與聯合國體系 尤其是當我們面臨到空前的威脅 所以挺台灣 也是為了要抗衡中國 再過來他講了 美國是眾多將台灣視為重要夥伴 和值得信賴的聯合國會員之一 也就是說除了美國之外 他已經在呼群保譯 其他的聯合國 你們其他會員國跟著美國一樣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的體系 然後再過來他又講了 台灣有意義參加聯合國體系 不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是一個實務的問題 又比如說像過去的COVID-19 沒有台灣參加 這造成全世界這麼大的問題 叫的意思就是中共中南海 你閉嘴 美國就是要這樣子幹了 可是在這個情況 台灣這麼重要之下 當然習近平會被鋌而走險 再拿下台灣又是另外一個壓力了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CNN很特殊的在26號做出一個報導 如果美國控制台灣的外島 如果中國控制台灣的外島 美國只剩下幾個可行的選擇 他是引用的是美國安全中心做了一個戰略推演 而這個推演裡面很可能是在2025年的時候 中國突然就是拿下一個外島 而最可能的外島就是只有500個駐軍的東沙島 拿下東沙島之後 美國其實很難有確實可靠的因應對策 第一個用經濟制裁裡面分析說不可能 曠日廢時 而且以中國的經濟體這麼的龐大 他不會在乎你這樣一個經濟制裁 第二個呢 那就升高戰爭把它奪回 可是升高戰爭之後 你無法去預測升高戰爭之後 他的威脅會不會繼續的戰爭升級 甚至到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東西可是全世界都要評估的 而中國如果拿下東沙島的話 他就可以開始威脅台灣的很多的小島 對台灣產生極大的壓力 對我們的台積電 對我們的半導體 對世界都會產生極大的威脅 所以呢 這個CNAS就是美國國家安全中心 CNAS特別建議 此時此刻 美國應該要跟台灣 日本還有周圍的相關國家 立刻要阻止 阻斷習近平想要拿下東沙島的任何企圖 所以呢 他們要即日起協調出一個可靠 而且立即運行的機制 這個機制裡面要產生足夠的威懾 就是你習近平連拿都別想拿 不然拿下來之後 你就沒有辦法挽回了 就是個不可立反應 而且裡面還特別強調 任何一個劇本 任何一個版本 日本至關重要 也就是要特別建議 台灣跟日本要建立更好的關係 今天的商務內幕 又出來講了 事實上 過去一整年 美國早就已經注意到 怎麼樣強化台灣的部隊 強化台灣的戰力 美國最精銳的三大特種部隊之一的 綠北棒 早就已經在台灣 密訓台灣特種部隊 達了一年只多 裡面包含了潛水 包含了爆破 包含了突襲 也就是說 美國已經知道這個狀況 要讓台灣的防衛能力 作戰能力 能夠撐到美軍來救 所以綠北棒在台灣 不是只有24個人 可能在一年來 來來去去 不知道多少人 放下 剛剛看到的是 川普總統站上第一線 那確實 這一個1218的公投 可能直接藍綠對決 現在只剩51天 51天之後 四大公投 12月18號就要投票了 在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罷免那個 陳柏惟成功之後 國民黨士氣大震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 是藍綠對決 而藍綠對決 現在是主帥都要清爭了 所以英倫大戰 又開始發動了 所以蔡英文親自在國民黨 民進黨發動實質中職會 第一場會議裡面 親自下達軍令戰 全面開戰 他把這個定調這個公投式阻礙了國際上的臺灣走到國際上 阻礙了臺灣的人雲展形 阻礙了臺灣的民主深化 阻礙用公投式濫用權力 要全面的反制 所以四個不同意 臺灣更有力 四個不同意 臺灣不會亂下去 而這個全面開戰之下 所有的黨公職都要全面動員 而蔡英文 賴清德 蘇貞昌還有鄭文燦 四大天王 在這個禮拜六 第一場 他們就到桃園去 在桃園要發起這個100場全面的說明會 要跟國民黨全面的開戰 這個是整個蔡英文就把它當成是一個政權保衛戰 內閣保衛戰 全面的開戰 而這個時候朱立仁也去立刻 在蔡英文講話之後 也上火線 他直接的對嗆是說 四個不同意 臺灣真美麗 所以他是說一定要過 而朱立仁用的方法是遍地開花 所以他要舉辦 因為是一二一八那一天 所以他要一二一八場的地方選獎會 動員所有國民黨 想要參選縣市議員的人 你都開始遍地開花 到處辦這個街頭的選獎會 然後林維州去搭配著一位秋鬥團體 他今年要開始十一月之後 要從南到北行腳 林維州跟著行腳 去串連各縣市 然後羅志強 因為他最近一直在練爬山 體力比較好 所以羅志強要學當年的施明德 已經申請了凱道四十九天 他要夜宿四十九天 那我現在直接問你 你覺得國民黨動員的出龐大的人數 然後凱道夜宿四十九天嗎 其實不容易 因為他們過去的時候 從那個三一角腔 四十九小時可能容易 四十九天如果又濕又冷的話 很艱難吧 所以真的考驗國民黨 考驗羅志強 考驗羅志強最近在體能訓練上 是不是有能夠訓練出來嗎 然後當然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國民黨有沒有其他人去接力 因為小貓兩三隻 當然就跟就氣就落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不是整個民進黨要下鄉去宣講嗎 蘇貞昌說他每場都要到嗎 所以那個部會首長都跟下去 所以國民黨還在立法院裡面 由費洪泰和陳玉珍發動干擾戰術 他們不斷的提案 要求這些閣員牽制行政院 然後這整個對撞下去的話 當然現在是一定是絕對要正面對決 因為門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那門檻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目前能夠有投票 包含這一次是十八歲以上都可以投 那總共是一千九百七十萬人 所以你要過這個門檻 是只要494萬張 看起來很難 可是他們現在擔心的是什麼 因為上次選總統的時候 韓國瑜都可偷五百五十二萬票 所以如果現在是一個藍綠對決 光韓粉出來 這個門檻都會過了 所以韓粉如果都動員出來投票 事實上是可能直接四大公投都過 都過的 所以民進黨一定要壓制過去 要呼喊出蔡英文那個支持者 可是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攻守是異位的 那我跟妳討論一個問題 你剛剛估了一個簡單數學說 韓粉的底盤五萬多 五百多萬張選票 這些都是討厭民進黨 或者討厭蔡英文的票 那蔡英文的票 大家都記得是八百一十七萬張選票 蔡英文今天走到火盛宴第一線 你覺得動員的出多少票 蔡英文是八百一十七萬票 可是不要忘了 當時的民進黨只有四百八十一萬票 有三百三十六萬票是中間選民 是在那邊看戲的 所以蔡英文能不能感動這三百三十六萬 裡面的一些票員壓過五百五十二萬 如果有辦法 那當然蔡英文就過關 蘇貞昌也過關 如果沒有辦法 或他們覺得說這件事情 他們不想捲入 因為它到底是個公投案 不是個選舉案 能不能動員到八百一十七 這麼高的投票率 那變成是民進黨極大的考驗了 而面對這個考驗之下 民進黨現在又面臨了一件事情 那現在有公投案 然後28號中選會公佈了 陳柏惟被罷免的定案之後 三個月內要補選 然後11月18號 就是鍾小平他們送出去的連署書 如果過的話 林常佐20天到60天內要補選 要有一個罷免 所以可能三合一 可能公投跟中二補選 跟罷免林常佐三合一一起投票 對一起投票之外 就把所有的東西 變成是藍綠總對決 如果這樣子的話 也減要審社會成本 可是這裡面的壓力就更大了 這壓力更大 首當其衝的就是台中的嚴家了 因為台中嚴家 就是如果發動到藍綠總對決的時候 這一次雖然成功的罷免了陳柏惟 可是他們只領先了4466票 而這4666票裡面開出來了 在烏日是輸的 在殺戮他們的大本儀 開得不好看 在國民黨居多的物風 開得也不好看 所以嚴清標要不要他的 嚴寬可能要不要三選 現在變成在考量 所以先前是傳輸 叫他女兒嚴立敏出來選 可是後面國民黨的中市黨部主委又說 嚴清標還在考慮 未必是我嚴家選 因為這場戰如果是拉到全國性的總動員 嚴家如果在這個時候敗了 他們就一蹶不振 所以嚴家的壓力也變得非常非常大 我請教譚老師 你怎麼觀察今天參與總統的專訪 那事實上他正面回應了幾個敏感而尖銳的問題 拜登一開始上台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擔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 這個沒有更大的突破 但是果然到最近有一個重大的突破口 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是說275報決議其實非常清楚 他就是在講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 在中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的席次而已 也沒有談到台灣的主權 也沒有談到台灣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清楚 你在往前推在1951年的時候 究竟在合約的時候 談到台灣是日本放棄對台灣的主權 但是也沒有提到台灣的主權歸屬的問題 這個也非常明確 那美國對這兩件事情的政策立場 都一向是非常清楚 其實是沒有改變 只是過去沒有大聲的講而已 1979年的建交公報裡面提到什麼 所謂的這個對於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樣的所謂中國的一中政策 一中原則 其實美國只是說 我認知到了 但是我沒有承認 我也沒有答應 所以這一半一系 一個脈絡都非常清晰 那麼美國一直都是這個立場 這就是布林肯在講的說 這些事情都沒有違反一中政策 一中政策完全沒有改變 只是啊 只是現在我們把它拿出來說了 大聲的說這個事情其實是有意義的 第一個是提升台灣的國際的參與 過去我們說這個國際民航組織 世衛組織 我們就爭取每一次每一次 要求我們的友邦支持 可是坦白講 美國老大哥開始發言以後 後面那個味道和那個力道就不一樣了 今天美國是公開的介入聯合國 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加入聯合國50周年的當口 公開講說2758號結論 不是那個意思 台灣應該去參與 接下去你看這192個會員國 這種各種不同的活動 所謂的聯合國的有意義的參與 聯合國的系統是指什麼呢 除了國際民航組織 IQO還有世衛組織以外 國際勞動組織 國際糧食級農業組織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國際海事組織 國際電信組織 乃至於世界銀行 該IMF國際貨幣基金 這些都是所謂的 聯合國的專家組織 這些都應該要讓台灣做 有意義的參與 好那接下來所謂的 友誼參與是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要看了 坦白講接下去台灣的任務非常艱巨啊 我們其實要真的要做的事情 就是一個一個的扣關 在美國的支持 在整個的聯合國法案 國際法律架構 已經非常清楚明確 2758號中國不能夠片面說 這跟一個中國原則 畫上等號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一個一個國際組織來開始扣關 這是台灣的國際參與 第二是台灣的主權地位 這個台灣的主權地位 坦白講 我們講 假如說這個 這個聯合國的 2758號決議文 這個事情處理完畢 美國很清楚的講 一中政策 沒有抵觸的時候 因為美國的中國一中政策 完全沒有在處理到 台灣主權的問題嘛 他也沒有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接下來這對於台灣本身的主權地位 也會提升 這兩件事情 配上剛剛一連串到 今天早上蔡英文在CNN的專訪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地位的明顯的提升當中 好 我們稍後回來 那我請教明老師 剛剛提及的是 美中現在軍事方面 事實上是爭鋒相對 可是同時 拜登在接受CNN的訪談的時候 直接公開的講說 美軍會防衛台灣 我們有協議 有承諾 這個也引發了政治效應 就是他是八月到現在 第二次公開講的話 當然就是他在G7的會議上面 或者北約的會議上面 或者歐盟的會議上面 或者是四方會談 美日安保什麼等等 在會議上面 都提過台灣 但是這麼明確地講說 我們有防衛 有承諾什麼等等 這話比較重的是第二次 這次是來 是上一個禮拜的 21號的時候拜登在接受 CNN的一個參加CNN的活動 CNN在巴爾地摩辦了一個市民大會 然後這裡面當然談很多問題 後來就問他說 如果說中國大陸打擊台灣 進攻台灣 那美軍會不會持緣 這個在台灣不是辯論很多次了嗎 說美軍到底來還是不來嗎 那麼拜登就講說會 因為我們對這個有承諾 We have commitment to do that 他不是說協議 協議就是我們雙方這樣做 所謂承諾就是說 他或者是單方面承諾 或者跟我們承諾 總而言之他說了這句話 那可想而知呢 這種話一說出來之後 一定會引起國際上渲染大波 所以白宮跟國務院的軍人跳出來講 他說美國跟台灣的防衛關係 是基於台灣關係法 我們會恪守這個法律的承諾 然後繼續支持台灣的自我防衛 支持台灣自我防衛 不是跳進來防衛台灣 這個話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他就說 反對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 這話已經講了很多年了 然後呢又加一句話說 總統並沒有宣布任何的政策改變 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 連在這個遠東出來開會的奧斯汀呢 都出來講說 美國遵守一個中國的政策 但這個並不妨礙美國對台灣的提供援助 包括這個威力強大的武器什麼等等 可想而知北京當然非常不高興 所以外交部呢就跳出來就批駁 然後就明白從說 美方對於台灣問題應該謹言盛行 那中共的這個腦火呢 我們是可想而知的 那麼這個事情在美國裡面 引起了軒然大波 所以幾個主要的媒體呢 都跳出來解釋說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現在看到華爾街日報出來講了 然後這個華盛頓郵報出來講了 然後紐約時報出來講了 他們的解讀呢不太一樣 基本上大概是兩到三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口誤版 誰說他口誤呢 華爾街日報說他口誤 華盛頓郵報說他口誤 華爾街日報是這樣講的 華爾街日報說你看 他一講完之後呢 白宮就立刻講話 然後把他那個話又等於收回來了 所以表示說呢 這個美國對台灣對兩個也好呢 都仍然是戰略模糊 那沒有根本的改變 華爾街日報講到這裡 他說如果有什麼混亂的話 那就是拜登個人戰略混亂 這個其實並不奇怪 因為各位在畫面上可以看到 拜登講的話前後突然有一段時間 就保持一個很怪的姿勢 而且他停頓了好幾秒 記者方算了19秒 19秒 這是很長的一個時間 所以他到底是當機 還是這19秒故意講這個話 所以這就是大家在揣摩了 好 第一個華爾街日報說 他口誤 華盛頓郵報基本也認為他是失言 他說他只是講錯話了 他說台灣的問題高度敏感 我們都曉得了 美國維持這個戰略模糊政策 已經非常小心地維持了40年 所以你說現在要改變要鬆綁 這個機會非常非常小 但是他最後加一句話 這話當然很有趣 他說 拜登講的話反映出來說 華府可能是有意透過這種 比較強硬的講話 警告北京說 你不能輕舉妄動 這個是把那個口誤說 往前推進了一點點 好 紐約時報講得不太一樣 紐約時報說 拜登做這件事情可能是有意的 因為他是有意游走於戰略模糊的 那灰色地帶 為什麼呢 他對中共去展現一個新的威嚇的手段 好 這第二種解釋 第三種解釋更徹底 就是美國真的改變立場了 美國真的從戰略模糊 走向戰略清晰 好 那我們要談這個問題了 其實過去我們節目上已經談過戰略模糊跟戰略清晰 但因為事情到這裡 我們再來說一遍 什麼叫戰略清晰呢 就是中共來打台灣的時候 美國一定來幫忙或一定不來幫忙 就講得很清楚 這叫清晰 戰略模糊就是中共要打台灣的時候 美國來或不來 我不講 到時候再說 這叫戰略模糊 這個模糊請各位想清楚 不是只對中共模糊 它同時對大陸跟台灣都模糊 我們把它叫做雙重模糊跟雙重嚇阻 什麼叫雙重模糊呢 我對中共也模糊 對台灣也模糊 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我要雙重嚇阻 一方面我要嚇阻中共 讓你猜不到就是 到時候我美軍究竟出手還是不出手 因為你不確定我出手不出手 你就不太敢出手 我嚇阻你讓你不敢出手 那為什麼要嚇阻台灣呢 怕台灣給它惹麻煩 這個台灣跟美國之間雖然沒有同盟 但是我們常常講說 小國跟大國同盟的時候 小國怕大國出賣它 大國怕小國拖它下水 它很怕台灣有一天突然想通了 把美國拖下水 你去跟中共打仗 然後我來幹什麼 不管我是獨立也好 反過大陸也好 反正你幫我打仗 我來做這事 所以說來說去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 美國這麼多年搞戰略模糊 就是它不願意捲入對中共的戰爭 因為畢竟是一個很大的國家 現在又有核子武器 所以它暫時不會認真想這件事情 明老師剛剛提及 在美國戰略模糊跟戰略清晰兩派的意見 事實上是不大一樣的 但是過去多年的戰略模糊 如果有用的話 為什麼現在會清晰化 我們說為什麼戰略模糊有效呢 簡單說就是它真的達到嚇阻目的 第一真正是阻止了中共認真的要打台灣 第二也嚇阻台灣不讓台灣獨立不挑戰戰爭 所以對美國來看或對世界各國來看 美國的戰略模糊是有用的 那最近大家也注意到說 美國連番這樣講話 八月份不惜自己講一次 然後中間到各個地方開會都講一遍 然後現在在這方面被問到 又再講一遍 講得非常清楚 它看起來為什麼變得比較清晰 簡單說就是中共這段時間以來 尤其這一兩年來對台灣的軍事威脅越來越大 動作頻繁 然後全世界都說台灣是一個最危險的地方 包括剛才前面講說TOKO Show 台灣來當題目來講 那麼也就是說美國非常擔心 如果我在這裡放出訊號不夠明確 然後讓你覺得我軟弱的話 那你會誤判我保衛台灣的決心 一旦你產生誤判的時候 你可能出手打 那最後逼得我真的要出手要對付你 那我是不願意做這件事情的 好 那麼美國為什麼判斷中共誤判呢 我們過去講說中共對美國現有誤判 那最近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10月19號中共的新華社發了一篇特稿 請各位注意的是特稿 標題叫做失敗失靈失色的美國霸權 簡單說美國三思 它舉了什麼例子 它說2008年的時候金融危機爆發 然後美國接著發行大量的美元 然後把債務轉嫁出去了 然後再來就是新冠肺炎 就我們說了武漢肺炎爆發之後 美國呢 進退失靈 然後甩鍋他國 所以這個顯示說他已經衰弱了 然後他特別強調這個肺炎這件事情 他說肺炎你看看 到現在為止 到10月左右為止 美國確診人數超過4400萬 死亡超過72萬 都是世界的首位 然後美國死於新冠肺炎的這人數呢 超過1918年大流感的人數 同時呢他看見在疫情爆發期間 他看見幾件事情 第一 美國的聯邦政府跟地方政府呢 不能協調 所以抗疫不力 第二 社會上呢出現各種各樣的言論 反科學言論 然後呢不願意打疫苗什麼等等 第三呢 看見了政黨跟政客呢 互相衝突 然後利用這議題呢去爭奪利益 所以這些事情顯示出了美國政治社會出現失靈的現象 然後之前呢他就舉個例子 他說你看美國選舉 我們上次不是都談到了嗎 總統大選呢那樣出風波 然後呢國會三樁 這個1月6號的這個騷動什麼等等 這都說美國成為失敗國家 他還不是自己講 他拿大西洋越看的話 來講這話說失敗的國家 他說完這個之後 他說還不只是這些啊 美國的外交呢出現很多問題 用民主的名義去推動全球的這個變化跟事端 就加劇了全球民主危機 他這樣講呢 使得美國的權力呢 失去了光環 失去了合法性 最後給他說 你看看 美國在阿富汗用了20年的時間 花費呢超過2萬億美元 然後死傷慘重 最後呢必須倉皇離開 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說阿富汗世界一出來 我們說中共會少看美國 然後這個武漢肺炎出來的時候 美國亂七段我們說中共會少看美國 這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印證了我們說的 中共會誤判美國 所以當中共這樣誤判的時候 美國不是沒有警覺 所以美國那時候我們就說 美國要發出比較強力的訊號去反駁這種誤判論 我或是用言語或是用行動 甚至兩個家家告訴我們說你不要誤判 我是真正有意志的 簡單說美國要表現出他要保衛台灣的意志 保衛台灣意志就是才能夠遏阻中共的誤判 那現在重點是拜登的這種互台論 中共怎麼解讀 剛剛我們講了官方一定跳出來批駁說你們要幾年盛行 什麼等等 但請各位注意 中共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一定是往壞的方面去想 他不會往好的方面去想 他會這樣想的 他說拜登不是誓言 他也沒有改變立場 他基調還是戰略模糊 這沒有改變 但是如果我們打台灣的話 他有可能會出兵 所以我們得認真這樣去想 所以中共會做這種準備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 8月19號的時候 拜登在ABC被訪問的時候 阿富汗問題 就問他說阿富汗美國撤軍了 撤得很難看了 那台灣還能不能指望美國呢 拜登說我對第五條款做了神聖的承諾 如果有人入侵或打我們的北約盟友的話 我們會做出回應 然後加了幾句話 他說日本也是 韓國也是 台灣也是 所以那次講得非常清楚 那次我們在節目上就說 你看看這次拜登很明確地 把台灣跟北約跟日本 韓國這盟友呢 並駕齊驅並列來看 那麼也就是說 他的話講得非常明白了 但中共真的就說 你都這樣準備 你這樣擺出態勢來 我就真的不做動作嗎 不是的 中共是真心相信美國衰弱了 所以剛剛講的失敗失靈失色 不是亂講的 他在等什麼呢 等拜登團隊下一次出手 所以我現在好好準備 我做好各種準備 下次你出個言論錯不錯 我可能真的就出手了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我們台灣呢 也要非常小心 我們也就擔心說 美國如果失誤的話 那麼中共真的可能出手 過去我就警告過 我說美國會努力發出訊號 不管是言語以來的行動的 現在又再一次 那問題是 看看中共到底相不相信 好 我們稍後回來